哎呀折腾了两天 只是把这个油底壳拆下来看了一下 昨天又费尽千辛万苦把他装回去了 所以说这回折腾了这么长时间 也相当于根本没有解决后面那个后煮油风的问题 但是不折腾了 让他爱漏油漏油去吧 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上下的东西装回去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启动机starter 中心的装回去 好在这个启动机的位置 还比较顺手 比以前那个JK木马仁的启动机稍微好装一点 就前后两个螺丝 OK 然后再把这个电线重新给它搭回去 上面的那个传感器的口一接上 启动机就装好了 所有东西都已经安装就绪 底下的启动机装好了 线连好了 油滤也已经拧上了 下面我们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开始往里灌油了 看一看会不会边灌底下边哗啦啦的漏油吧 我们这次加的是5w30 还没有灌码的 不过先看一下车底有没有立刻开始渗油的迹象 暂时看完一切正常 再关一点把它加满了 然后打着了车以后 我们再看看效果如何 这个上面在冒白烟感觉哪里有橡胶烧着的感觉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新化上去的电圈 但是为什么会有橡胶烧着的感觉 但是刚才车底下有没有发现 昨天晚上听到有嘶嘶嘶那种吸气的声音 然后一开始以为是换钢垫之后 那个地方可能没有盖盐 是有漏的地方 结果早上发现是这根管 我们上次在拆它的时候 看到它后面有一个裂了 裂了之后导致里面的真空它就不密封了 所以说用最简单的方法拿着透明胶把它先封上 然后看看需不需要再换这根管子 好了那这一次更换整个这个前面的保养就算是结束了 感谢观看